明明湖水高度没有超过水闸门 不过还是听得到流水声 而仔细看还是不断有水流出去 气质金龙湖是大台北地区低大湖 风景优美 每天都吸引好多人环湖散步休闲 不过最近却发现湖边淤积严重 尤其在靠近木栈道这一区 成了一大片的沙丘 让不少民众看了直摇头 那个伊林要清啦 旁边要坐漂亮一点 因为新北市说这个湖是最大的 可是又没有人来关心这个整个把它做好 那边的是伊犬 这边的伊犬很多 天然美景要好好保护 金龙湖是大台北都会地区第一大湖 长久以来雅玲一直在关心湖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污染 然后近几个月也因为没有下雨 导致我们金龙湖的水面呢 也一直在往下降 那被我们这些户湖人士呢 又发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水闸门的部分 其实它的已经破裂很久了 那雅玲也知道 大概是在上个礼拜公所 用水泥来强灌那个裂缝 但是这个是缓不济及的 在结果成情后 议员周雅玲就邀请了市府水利局 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因为目前金龙湖预计严重 不少民众认为 除了是水闸门旁边漏水严重之外 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水闸门高度的问题 希望能够再调高 让金龙湖的湖面能够高一点 这里很多人的游湖都一直反映水位太低太低了 那也有很多照片在网路上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是常常来看一下水位的部分 然后才意外发现说 闸门很高可是水流声很强 然后才发现有裂缝 但是因为这是水位低的问题 所以还是没办法解决真正的漏水 渗水很严重的状况 那也希望说我们的水利处 还有一些权责单位要赶快处理 那我们也知道这是有所权责的 那也因为今天的会刊单位 水利局他没有办法把相关单位 一并齐全邀请来之后 势必对于后续这样子的一个抢修 维护的动作 还要做某部分的厘清 那这个部分亚铃刚刚也鉴请我们水利局 把上个礼拜他们会刊的公文给我 我也会赶快责成我们的立法院的立委们 赶快督促我们的这些中央的相关部会 赶快做一下尽数的这样子处理 因为当天全责单位并没有到期 所以在会刊之后 也请相关单位先针对调整水闸门高度 做进一步的研议 两个星期给答案 希望能够透过尽可能的改善 让美丽的金龙湖永续下去 杰成慧玲 西子 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